走進女鬼瀑布吧 你現在在這邊有什麼感覺啊? 兇嗎? 譬如他們也是寫說下面就是瀑布 所以我們應該是到瀑布的上面來 現在是這個樣子 我們晚上回來看去看它長什麼樣子 我來拍一張照 完全沒有路燈 完全很黑 卡得住嗎? 它有點藍卡 斯里藍卡 再六分鐘就到了 好黑喔 等一下 這個不妙欸 我不是說七分 我是說 這個路不好走 警察長會有說這裡有圍橋圍住 喔是嗎? 這樣是冒生命危險的 對 我們雖然要驗證精神 可是我們現在這樣不能上去 我們明天早上再來收我們的石灰粉 對就如大家所看到的 前一天白天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以為可以進去 所以就硬式的開了過去 結果晚上又到了那邊的時候 發現那裡的警示燈都在亮 想到說 欸第一集的時候 警察也說不能去 後面原住民也跟我們說 橋在修 這個車沒有辦法經過 現在車沒有辦法經過 我車子沒有辦法經過 嗯嗯 它那個 橋 回橋 它那個附近的那個 那感覺那個橋 似乎是不能夠開過去 尤其是天色又那麼暗 過真的開過去 把橋弄壞了 不知道會長什麼樣的風險 所以我們當下就決定 隔天早上再回去 回收那個石灰粉 畢竟冒險歸冒險 生命還是最重要的 但我們離開來那邊之後呢 接下來也是發生了一件 我個人覺得非常巧 好OK 有鑑魚呢 我們現在進不去 所以我們要產生一個支線 我們現在回去的路上 我們要請咪哥幫我們看一下 哪一邊比較有問題 我們就要在有問題的地方拍照 看看到底會不會拍到什麼東西 這是我們的第二條支線 好 那就夠了 左邊 左邊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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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拍照 吉拉米帶叫 那裡超不舒服的 不舒服 不舒服 裡面的燈一直在閃的 對啊 頭暈暈的 我們走過去看看好不好 這邊嗎 對 就這裡 好好奇喔 我現在很不舒服喔 真的假的 對 我到這裡也超級不舒服 我看等一下耳鳴 耳鳴 然後我耳鳴 太大了吧 那裡面的燈一直亮 那邊的燈一直亮 謝謝我一下 而且這邊也有鏡子 而且這邊也有鏡子 不好意思打擾了 怎麼聲音呢 為什麼會這樣 打擾了這個地方嗎 昨天要來放石灰粉的時候 問到最後當地的人的結果是說 這樣子根本不可能進去 正常的人就要帶登山裝備 我們昨天就一直想透 到底那個 阿嬤 她是怎麼一個人 徒步走去女人那邊 我們就先去搜我們的石灰粉 看看再說吧 欸 這我們昨天走路的腳印 超可愛的感覺 一邊各四個 應該都是我們的腳印 今天也是一樣的 欸 我們的盆子還在 你過來看 你過來看 好像沒什麼差欸 好像沒什麼差 沒有什麼改變對不對 欸有沖欸 我們看一下昨天那個照片 是長什麼樣子 剛剛看了照片之後 我們發現 呃 它裡面就是 硬子的位置 好像有一些小變化 像這個 就動的比較多 多了一些凹陷 幾個落葉跟旁邊的土 就是感覺沒有什麼 太大的變化 而且這些 我覺得是可以解釋的 像這個凹陷水 它滴下去的時候 就打 就一個凹陷 我們算是失敗了 但不一定 我們搖搖看 搞不好裡面會有什麼驚喜 魔鬼藏在細節裡 看一下這個圖 有什麼後續改變的時間啦 除了我們在教堂裡面 除了我們在教堂裡面 門口那個敲門聲之外呢 其它毫就沒有什麼太明顯的現象了 至於石灰粉這兩張的照片呢 個人覺得 差異是蠻大的 但是不會到沒有辦法解釋的地步 而這項巡述 整個讓我覺得比較奇怪的還是 但是為什麼那個老阿嬤 她可以逃 山區的公寮 走了 將近三公里到女鬼瀑布呢 我怎麼百思還是不得其解 或許就跟上一期的助理講的一樣 那大戰的東西 我們還是盡量不要去觸碰比較好 不過這段旅程讓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雖然 女鬼瀑布 那邊有人失蹤 副里香也被大家稱為 畫了一個很陰的地方 但換個面向來講 其實那裡也是一個富有文化色彩 當地區民都非常和善 泡山泡水 物資豐饒的一個上去的哺乳 然後你看我們發生強烏的教堂 平常其實也都是有人在那邊做 就是做禮拜的 所以同時在探討恐怖的事情 遙忘了當地也是非常和善的 影片的最後呢 不會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最近有在尋找出功能 幫人家占卜通靈 預知能力等等 宗教方面能力的人 所以歡迎投稿到下面的表彈 因為我呢 會想要做一些 台灣當地的 宗教民俗的 一些深入的探討 覺得 也破除一些家的故事 OK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留言 喜歡 謝謝大叔黃狗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 你看到嗎 看到嗎 那邊的燈一直亮耶 借我一下 而且這邊有一個鏡子耶 你現在 你現在 不好意思打擾了 有聲音耶 有聲音耶 為什麼會這樣 很厲害 謝謝 謝謝